时机不好工作真的是不太好找 台铁佐吉人员招考今年开出了400多个缺额 却有上万人报考录取率大约是4%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门 而其中的养路工程非常的耗费体力 今天的体能测验呢必须要抱着沙包扛40公尺 不少人跑到跌倒或是根本就是扛不起来 而其中有三个女生前来挑战 拿起沙包往前冲 有的用扛的有的双手用力抱 今年台铁招考开缺400多人 上万人报名应试 其中养路工程人员重体力 必须在20秒内带着40公斤的沙包 跑完40公尺 其中有三位女性挑战最后的体能测验 最后两位成功一个失败 只好下次再来 台风我们那个政工所有发那个沙包 那我去申请来练习一下这样 稳定 求稳定 台铁佐级人员招考开出四种项目 薪水三万四千多元 其中养路工程工作时间集中在凌晨12点到3点 半月巡轨若遇上意外事故 可能还得清理石块 攀附在吊车机上吊挂连接车厢 车辆调度碰上台风天最忙 还要面临安全风险 在工作中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设备 你要注意它夹伤像车门或是那个我们的电车线 电缆线的那个铁盖 今年台铁招考有34位硕士前来 年龄多集中在26到35岁 尽管未来工作危险又耗体力 但考生们也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只求一份稳定工作 UDN TV 影队于佳妮 综合报导